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百几十个国家 那么经过这个二百多年 因为这个当时的肩病非常激烈 经过这个二百多年呢 这个一百几十个国家实际上到战国初年 春秋末战国初的时候只剩下几十个国家都比较大的 因为最小的那些国家都站不住 在春秋这二百年上都被比较大的国家煎冰掉 吃掉了 所以就没有了 所以只剩下 应该说 严格说是十几二十个大国在战国初年 第一个我来介绍的就是这个州 这个西州末年 因为这个当时这个陕西 今天这个陕西这带因为有这个西戎 龙人这个势力非常强大 因为这个龙人他要往向东发展 所以这个对这个州人这个威胁是非常大 同时呢 因为在西州末年的时候 关中碰到一次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大地震 这个房子震垮了人死了很多 所以他这个对这个西州这个政府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也就是说这个经过这次大地震以后就是说这个 因为这个关中这个破坏的很厉害 对吧 河里的水也没了 干了 山崩了 地裂 人死了很多 所以这个西州这个政权在这个地方就很难再立足下去了 因为这个宫殿什么房子全不行了 是他了是吧 所以他需要必须要搬家了要迁都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往这个关东 关东这个前夕 所以当时这个周平王呢就是靠了这个 诸侯的力量向这个郑国秦国就是 就是帮助他搬家吧 对不对 护送他那个泡泡荡荡的搬家队伍 一直就搬到往东进了 搬到今天的河南这个洛阳 洛阳本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洛阳在西州时期早期的时候 他是这个西州的应该说是另外一个东都城 不是叫东都吧 另外一个都城 因为他这个西州主要是在西面的浩阴 现在这个东面还有一个等于是一个陪都 另外一个一个都城 那么这个洛阳城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这个在西州在这个 他这个关东地区是吧 他是一个政治军事的一个重镇 是吧 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周灭到了商以后 我们知道商的这个禅运势力还是很强大的 所以这个州 他这个建筑在这个关中 那么他离开这个东方 就今天的河南山东河北这带很远 所以呢 他必须要建立一个什么 一个另外一个一个都城 或者说一个一个监督点嘛 所以设在这个河南 今天这个洛阳 那洛阳这个地方 他可以这个比较容易控制这个广大的东方地区 所以呢 在这个洛阳这个地方 我们叫这个州人是吧 在这个地方住有这个重兵 有很多军队 所以要是东方 哪个地方要是出了事 他这个调兵欠将很容易 从这个今天这个河南 就可以往东开 就到今天这个河南的东部或者山东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州人的一个据点 军事政治的一个重镇 所以这样我们说这个州往前到这个地方来 也是合适的是吧 因为他本来这个条件 历史条件也很忙 从来就是一个军事政治的中心嘛 现在作为这个都城也是可以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呢 终究这个洛阳这个地方 当然比不上这个关中 比不上这个豪金 豪金 因为他在这个 关中大平面上面 在这个渭水流流流 渭水流流流流 那么这个地方在古代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一片 所以他这个地方的经济条件是比较好的 洛阳呢 虽然也是个平地的 但他很小 而且他那个肥沃程度 远远不如这个关中 所以呢 东周到这个 到洛阳以后呢 我们说他在经济实力上 就精非细比了 也就是说他这个 比起过去来 他就应该说 要穷得多了 他不如以前那么富庶了 那么周人刚进入这个 就是这个 今天洛阳这一代的时候 周这个领土啊 还不算很小 也就是说 他除了就今天这个 河南这个 就中部这一代以外 他还包括一点点这个陕西东部的 这个土地 是吧 还有这个豫中 河南中部还有一点 所以这样 加起来还可以 但是呢 后来 是吧 不断的就是被别人这个 给他吃掉了 他旁边的这个国家 是吧 比较强的是吧 像这个秦国 郭国是吧 这就把他那 土地一点一点就蚕食掉了 所以他最后 只剩下就是今天 包括今天洛阳在内的 这个 以洛阳为中心的这么一 二三百里大的 所以这个地盘 是很小的一个地盘 所以他 他实际上我们说东周 虽然他还是天子 但实际上我们说 他这个土地跟这个 当时比较小的侯国 就不分上下 是吧 所以这个 而且在这个整个春秋 这个二百多年当中呢 这个东周从早 从开始到这个最后 是吧 他也没什么太大变化 因为他 他发展不起来了 是吧 因为他很小的地方 经济条件也 也 也差是吧 所以他经常是这个 这个又穷又弱 所以我们看这个史书上记载是吧 当这个周天子是吧 他未来要摆他那种天子的 这个这种架势啊 是吧 所以他经常是吧 像这个诸侯国家去什么 伸着手去什么 去要钱 要粮食 是吧 所以就说明他是一个 一个比较小的一个 一个全国 是吧 所以他 这个时候 虽然他是名义上 还保持了一个天下公主 是吧 是大家的等数 是个主人 但实际上我们说 他只是一个空架子 因为他没有实际 实力不行 是吧 是吧 所以这样对于这个 各国这个 在各国这个博弈当中 他只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就是被其他的诸侯利用 利用他来这个 写天子领诸侯这样的 这是第一个关于这个州 东州 第二个侯国 就是这个 鲁 鲁国 这鲁国的这个祖先呢 他是周公 周公的后代 周公的他的儿子 伯秦 伯秦的后代 因为这个周公 这个平定的这个 这个 在因为在西州初年 商人曾经起来 是吧 起来这个 反对过这个周人 掀起一场战争 后来这个周公 花了三年的时间 把这个东方就完全镇压下去了 把这个商人 这个残余势力了 镇压下去 镇压下去以后 周公就封他这个 儿子 薄秦呢 就在这个今天这个 屈府这个地方 封他为这个鲁侯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鲁国呢 就是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君主人 跟这个西州王室 同时关系很密切 是吧 因为后来我们知道 这个都 因为这个西州 是吧 周王死了以后 儿子这个陈王 虽然继位了 但陈王年纪比较小 所以当时这个 周朝这个大权 就掌握在这个周公 还有一个叫少公 两个人手里 他们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真正的这个 这个西州这个 铁腕人物 是吧 他掌控了这个 这个西州的一切 所以呢 但是他又把他 儿子分钻鲁国 就证明是吧 这个鲁国这个地方 也是这个 对于周朝来说 一个一个要害之敌 很重要的 所以他派他最 最信的过的人 去去在这个 去府这个地方 来这个 是吧 驻扎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 在鲁国 在这个 就今天这个 去府这个周围吧 是吧 这个在西州的时候 是吧 我们说也是一块 比较好的地方 是吧 因为他这个地方 也是个农业 农业比较发达的地方 农业发达区 是吧 也比较富裕 那么 当时这个 山东 就今天这个山东 是吧 在这个西州早期的时候 是吧 我们说当时这个形势如何呢 因为当时我们知道 这个山东境内啊 有很多这个东夷族的 这个部落 或者小国家 分布了很多 那么这些东夷的小国呢 原来就在这个 周以前 在商朝的时候 他们一般都是这个商朝的人 说是 跟这个商朝这个关系比较好 或者听从这个商朝这个 这个这个命令的这些小的国家 所以这个 或者说他们都是清商的吧 清商的 所以这个 等到这个商灭亡了以后 是吧 周朝人对这部分 这个东夷这一小国 不太放心 因为他们原来就是说 他有历史这个 是吧 这个渊源了 他们跟这个商这个 关系很密切 是吧 所以呢 所以他必须要 在这个地方就派这个重兵来这个助手 就防止他们这个起来这个 是吧 来反对这个州人 是吧 所以把这个搏钱封在这个鲁 是吧 那么这个 州人这个封这个鲁的这个 目的非常明确是吧 他就是要为了加强这个 镇压这个东方 东方地区 是吧 所以鲁国总的来说 他是这个西州 应该说是在东方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依靠对象 要依靠他来这个 镇压整个这个东方地区 第三个 第三个这个后果呢 就是这个齐国 这个齐国的祖先呢 鲁国他是这个 跟这个鲁姓 跟这个周朝人不是一样 因为周朝人是鲁姓 是吧 那么这个齐国的这个祖先是 江姓 姓江 也就是这个 我们一般说的这个江太公了 是吧 他这个名字叫旺 旺见旺 太公旺 那么这个太公旺 我们说 他跟这个 那个周朝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应该说就是这个 姻亲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古人是这样子 同性不婚 对不对 自己同性的人不能这个同婚 他必须要跟这个义姓 另外一个姓 那么所以这个鲁姓的周人呢 他主要是跟 例如说跟这个江人 姓江的是吧 跟他们就通婚 所以呢 这个 我们说这个 这个 这个江姓 我们说在西周 也是很很重要 有点像后来的时候 这个黄金国戚 是吧 国葬国旧 是吧 这样的地位 因为他是这个跟这个 而且他是世代 是吧 跟这个周王是通婚 所以他也是这个 应该说是周人 也是信的过人 因为他亲家 亲家 那么这个 在这个山洞 是吧 除了封卢以外 还封齐 那么齐 就是说 比这个鲁国更大一些 那么在齐国 应该说 当时是 这个周人 在东方 是吧 比这个鲁 还应该说 还更重要的 是吧 一个军事据点 因为这个 这个当年 这个江太宫 这个太宫旺 是吧 就是这个 也是这个 西周的这个 开国功臣 因为他在这个 就是当时这个 西周 灭伤的战争当中 他也是这个 公军作主的 所以呢 等到现在这个 天下 平定以后 是吧 他继续就派这个 江信的 这个江太宫的后人 到这个山 今天的山东 来这个 就在银丘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山东 林芝附近吧 是吧 是吧 来建立这个 这样一个侯国 就是齐国 这样一个侯国 那么齐国的这个 它的江土 主要就占有今天这个 山东省的北半部 是吧 是吧 他们那个东面呢 他是靠海 是吧 是吧 这个 齐国的这个地理环境 应该说 在西周初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地理环境 为什么呢 因为他 一方面他在占有 这山东的 很多这个平原 是吧 就是农业发达的地区 另外呢 他还占个最大的便宜 是靠海 因为我们在靠海 它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有这个 所以因为 人都除了吃粮食 还吃盐 那么海水就提供给 你制盐 对吧 所以这个 另外一方面 海里面还可以打鱼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齐国 自来就是 它是以它这个资源方面 是吧 以这个鱼盐而著称 就是说 它又出这个鱼 海鱼 又出这个海盐 所以这个是它这个 在经济上的一个 这个 比较有利的条件 是吧 他可以 是吧 所以这个齐在这个 这个春秋的时候 我们说它这个 经济上是一个发达的 在政治上也是一个 强大的 是吧 一个一个猴果 东方的猴果 或者说应该说 东方应该说 这个 老大 应该说最大最强的 一个猴果 是吧 第四个是卫国 就是卫 就是保卫的卫 西州初年呢 就是封这个谁呢 在这个卫呢 封这个康书 健康的康 康书 康书是周武王的这个弟弟 因为这个康书 这个卫在什么呢 卫在今天这个河南这个 玉北的这个旗县 旗县 那么 我们说这个 西州为什么要奉这个 卫康书在这个 卫这个地方呢 奉康书在卫呢 那么他这个理由也是 非常明显 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商朝的这个首都 是吧 就在今天河南的安阳 玉北 那么所以这个商朝 虽然是灭亡了 但是我们说 他是这个地方 原来是商朝的首都地区 所以这个州人 对这个地方 时刻要保持警惕 就防止他那个是吧 死灰复燃了 对不对 这个残余的商人 再起来捣乱了 是吧 所以就必须要派一个信的过来 是吧 这个自己家里人 是吧 去在那个地方 镇守 所以就选中了这个卫康书 因为他们周王的弟弟 他们的同胞了 是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建立了卫国 他主要就是要镇压这个 商朝的已经 所以我们说 这个也是个 所以卫国在当时来讲 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西州的侯国 在东方 是吧 他跟这个卫国差不多 所以当时卫位并称 是吧 一个卫一个卫 他都是要这个 镇压这个商朝这个残余力量 为这个目的而建立去诸侯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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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个 春秋初期的时候 这个龙人就向南发展 就打到今天 河北这一代 河北的南部 像今天这个 邯郸行台这一代 沿着就是这个太行专的 这个动力 上 那么卫国正当其冲 就是被这个 这个敌人甚至把他灭掉了 后来这个 这个卫国的这个君主带来移民 非常惨的 这只剩下五千多个人 人口 这是一个国家 只剩五千多个人 后来就 就迁徙了 就搬到今天这个河南警队 就是 搬到这个河南这个 这个中部 南部靠近这个地方 因为他说北面这个 太危险了 这个北方恶容 靠这个敌人太近 这个地方不能带了 所以他就往南前了 但是呢 从这个以后呢 我们说原来在西州初期 是一个比较强的 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侯国 一个魏国呢 从此以后就变成了 因为他这个 经过这个 这个这次亡国以后呢 所以他这个力量就不行了 就一决不准了 应该说是 所以这魏国在春秋时期 始终是一个 比较弱小的一个 一个后国 跟这个西州初年 初期他成为一个强大国家 那完全不一样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是郑国 郑国的他这个 他这个祖宗呢 就是这个 这个是西州的 周历王的这个 这个儿子 周历王的这个 小儿子 桓公友 周宣王跟这个 桓公友在这个 镇这个地方 就是今天这个 陕西这个 华县 那周冬谦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 这个郑国也出了力 帮助这个周天子 东仙到洛义 但是呢 这个郑国也跟了周天子 他实际上他也东仙 郑国也东仙了 所以他就迁到了今天 河南这个 新郑这一代 就河南中部 在这个郑 因为 他这个关系 是吧 他是这个 周天子的小儿子 是吧 他的这个 他的第一代 这个祖侯 是吧 所以就跟这个周这个 关系很亲近很密切 所以后来 东仙以后 是吧 这个桓公友曾经做过 就是周王这个亲事 实际上等于相当于后代的 是吧 所以就表示 他这个周朝日 对他这个 非常 义重 因为他这个 关系密切 他们都是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郑国跟这个卫国差不多 也是因为 跟周天子关系 非常近 所以他这个 受到这个重视 但是这个 春秋初年以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郑国是吧 他是比较倒霉 因为他是 他那个地位 地理地位决定的 因为他在这个 天下之中 所以这个 北面来的强国 跟南面来的强国 到中原来这个 争霸的时候 是吧 这个郑国 就 首当其冲 所以他经常这个 郑国 我们说在这个 春秋这个二百多年当中 他是很倒霉 他经常就是这个 被别人打 挨打 挨打是经常的 所以他一直 这个 在春秋时期的时候 他这个 促进是不太好的 就是经常 经常受到 强国的 这个 套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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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